中午村老民活動中心 不少爺爺奶奶的子女 因工作或成婚離家 四季之工 帶華中科技大學學生來探望 感觸很深的地方就是 能夠和這麼大一群 爺爺奶奶輩的人物在一起 是很久都沒有體驗的 現在一般都是和同學 也就是和父母打打電話什麼的 但是缺少那種 就是很集體式的這種關懷 因為我爺爺奶奶奶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 所以說我從小到大 跟那種老年人接觸 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你今天害怕嗎 看到這麼多老人 有點那個聚集 有了那你敢不敢上去握他們的手 這個是可以的 這個可以 對 那敢不敢開口說話說 爺爺我愛你 你會不會說 這個有點害羞 哈哈哈哈 爺爺奶奶跟著志工做活動 一時整個院子笑聲一片 在傳遞愛心的手語中 有志工想起過世的父母 悄悄哭了 即使行校 學生也很有感觸 因為我從小就讀過越南 在那 所以我對他們的感情比較深 所以這些問題我覺得我看待的 可能就角度就跟不一樣了 我們既然已經知道自己 我們應該從自身做起 然後再通過自己的作為 來影響身邊的人 午餐時間齊唱感恩歌 一位熱心工藝的台商 在這開福利餐廳 80歲以上的長者 都能免費用餐 不舉孤單 帶一新聞知識美志工郭玲玲 齊妍 湖北報導